您各位好啊,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我今儿来的这地儿啊,是北京德盛门的建楼 人常说啊,这北京城啊,它离久外妻,皇城寺 哎,这北京这九个城门啊 到如今呢,它稀不愣地儿的,还剩这么一个两个的 您瞧了吗,这德盛门的城楼啊,它可不是整个的城楼 它只不过呀,是原来城楼的一个建楼而已 这里呢,现在是北京的钱币博物馆 我来这个钱币博物馆啊,本来是想给您拍拍 平时啊,不常见到的这个钱币收藏品 您比如说啊,成套的啊,像什么北周三品啊 什么六泉石布啊 哎,您别说啊,人家博物馆还真有个性 人家里边不让拍照 得嘞,本来啊,我的兴趣也不大 我又不搞钱币收藏 咱们呀,上德城楼 看一看啊,当年这渔谦渔大人 守卫的这座德盛门城楼去 关于这土木宝之变呢 在这儿呢,我还真不想跟您多聊 为什么呢,一啊,是如果咱们要展开聊的话 它将是一个冗长的故事 二呢,我是打算呢,把这土木宝之变呢 做一个小的合集 今天呀,咱们就算是这合集里的第一个视频吧 因为呀,我是这么打算的 关于这土木宝之变所牵扯到的地方啊 我打算都带您啊,去瞧一瞧 您比如说这王震他们老家的玉县呢 您比如说这德盛门啊,居庸关啊 宣化府啊,包括大同和土木宝 还有呢,就是这北京城建国门一带的于谦慈 再来呀,我还想去这个杭州啊 于的人的坟上去看看 所以呀,咱们不着急 咱们走到哪儿啊 这天啊,咱就聊到哪儿 一样一样的,咱们撑开了,柔细了说 您就说牛不牛 德盛门建楼 北京啊,为数不多的老城门楼子 这个传说呀,是这样的 这个出去打仗呢 要从这个安定门出兵 取个吉祥话啊,是安定去了 然后这个,回来呢,要走德盛门 得胜还朝嘛 那么,要是让人家给打了,败着回来怎么办啊 败着回来也总正信 您看啊,这边啊,就是初北京城 旺北,就是居庸关八达岭 往那边呢,那自然就是北京城了 当年啊,余谦呢,立主要守卫北京 不让皇上南迁 但是呢,谁都知道哪儿最危险呢 重宠之重 防守的重宠之重就是在德盛门 到最后啊,余绍宝宣布 德盛门谁来守呢 我,余谦来守 哎,千大爷,不是千大爷 大明朝正统十四年 瓦剌首领野先,率领了十万蒙古骑兵 压着他那个俘虏皇帝,朱祁镇 准备啊,进攻北京北边的德盛门 谁想啊,这大军的一万多骑兵啊 刚刚走到这个德盛门外的关乡一带 就被早就埋伏在这儿的明军伏击了 一万多瓦剌骑兵啊,瞬间尸横遍野 德盛门一战呢,见证了于谦的运筹帷幄 和这个明朝军民的同仇一看 随后啊,在西日门等地 这明军啊,是陆续获胜 北京保卫战啊,以瓦剌撤军 而宣告结束 这个要是没有当年余少保带领的这个军民啊 保卫北京 在德盛门上苦苦熬战 那现在说不定城里的这个这个老百姓的很多这个明代的祖先啊 但那会儿就死了 也就没有现在这些后人了 没说对嘛 本来呀,我是想在德盛门城楼啊 当年这个秦大人 这个这个建楼啊 您有一点一定得搞清楚 这秦大人 他不是秦大爷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今儿的视频啊,咱们就拍到这儿 喜欢我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 再见